話說刑政搞定了奴外,那他又會怎樣處置趙基呢? 這一天,刑政終於有空來到雍城的大鄭公找趙基 趙基跟他兩個小孩在一起,刑政就問他大兒子,問他想不想做王啊 誰知大兒子就跟他說,他老爸奴外說自己很快就可以做王 嘩,還得了,刑政聽到,臉色變了,趙基嚇到連王跪下,哀求刑政搖廁那兩個小孩的命 刑政才不理他,手一揮,武士已經滴起兩個小孩,塞在布袋上,紮好 只見那個武士,高高舉起布袋,然後出力地向地下一彈 砰,發出一聲沉悶的聲響,接著一下,再一下,又一下 唉,一開始,布袋裏面還有動靜的 唉,都不用兩三下,已經靜了,再到後來,布袋裏面滲血出來,愈來愈多 到最後,整個地下都是血了 趙基啊,呼天搶地,聲勢力竭 那些是他的血來的,是他的肉來的 但是又有什麼用呢?所有的東西都已經沒得回頭 再都不會有人甜甜地叫他聲,阿媽 也都不會有人半夜嚇醒,哭著要他抱 也都不會有人通電地走,而他就故意辦到找不到他們 但是,兩個小生命就這樣就沒有了 刑徵殘暴,哭,未算 同樣是為了保住權力的寶座 同樣都是遭到母親的背叛 古羅馬的暴君尼路就被刑徵殘忍十倍 他怎樣?他才是將他媽媽坐的船作沉 想將他淹死在海裡,不成功 於是再殺,派兵闖入他媽媽的別墅 一刀一刀,夾生將他媽媽捅死 有個巧合的,就是尼陸侍母的時候 也都跟刑徵一樣,二十二歲的青年 雖然趙基在隔壁,起勢那麼咒罵,並且乾嚎著 他說,哈哈,你殺了我了 但是刑徵根本下不了手 那些道德虛無者會說,人人可以爭輸贏 但是沒有人有權定對錯 但是,就算世界上所有的法庭都關門打仰 仍然會有一場內心審判,這是人所無法逃脫的 不管怎樣說都好,趙基畢竟是刑徵的親生母親 他是欠了他的,是刑徵無法還的 在封神演義裡頭,拿渣似自己有法術在身 否復的腸切肉碗骨,將肉身還回給父母 以為從此就可以同父母無數 先不要說這種舉動,是不是真的能夠還回父母之恩 我們只是知道,認證不是拿渣 他又絕對做不到這麼高難度的動作 認證於是狠下心腸對著趙基說 當年,在寒丹的時候 你曾經說過,我是你的所有 我記得你這句話 我相信你這句話 做媽媽的,怎麼會騙自己的兒子 現在,我還是愛你 但是,永遠都不會再信任你 你沒有說錯 現在,我就是你的所有 除了我之外 你一無所有 趙基派的地下樹,氣勢地哭 出力地哭,哭得對眼流血 但是,刑證已經不理他了 遠遠地走開了 二十二年前 他離開了他的身體 現在,他離開了他的生命 只留下他在這座冷清的宮殿裏 孤獨中老 陪伴他的 將是他那個死值的心靈 以及空洞的肉體 而他生命裡頭的那幫男人 都已經一個接著一個離他而去 古人,有一句說話 叫做 游劍入車椅 游車入劍難 話說 奴外從桂甲天下的長信後 一夜之間就淪為佳霞之囚 和普通的囚犯相比 奴外在監倉裡的日子就更加之難捱 唉,萬年仿如一秒 一秒就值如萬年 一個肉櫥仔 一個他以前根本都不放在眼內的肉櫥 現在已經可以主宰他的肉體 可以搞到他鮮血碰瘤 整身疼疼陣 當一個人開始夾慣性地回首往事的時候 只有兩種可能 第一,是他已經老了 第二,是他快要死 奴外心裡頭明白 他這次是必死無疑 他是謀反的首犯 連轉做污點證人的機會都沒有 他唯一可以從監獄裡面出去的方式 就是變成一句死詩被人抬出去 而每次想起以前的聲色軟馬 敢依肉食就令他憤淮疼痛 而監獄呢 就好比洗澡房又或者廁所 怎樣呢 都可以令到人圓形不露啊 在這些地方奉行的不是什麼巴洛克式的生活方式 巴洛克式的生活方式是怎樣啊 繁文玉節就驕游造作 也都不會奉行什麼歌德式的生活方式 裝漢作勢故弄懸虛 囚犯呢 就好像苦行爭那樣的 奉行人生的極簡主義 所有的非必需品都要嚴格地刪除在外 我們都知道啊 如果在數學上對某種理論進行表述 一定就是表述形式最簡單的那種方法 是更加有力更為長久也都更加接近真理 東漢末年一個才子曹操的兒子曹直啊 他一個人就霸佔了天下才華儲備的百分之八十 他當年曾經感嘆說 明為我身為類我供 意思就是說 那些浮明啊 弄髒我自己的身體 而那些所謂的社會地位 也都搞到自己相當之累 那以曹直的境界呢 他可能已經真正領不到 所謂真正的幸福呢 是不能夠建立在明 和為這些手中即逝的時物之上 以曹直的才華 當然就能夠誤出這樣的道理 只但是 古往今來又有幾多個曹直啊 以陸海的水平啊 他不得出來才是奇啊 那陸海現在又在想什麼呢 就在想為什麼自己這麼不幸 落到這樣的田地 還在想那些什麼財寶啊 榮華啊 富貴啊 愛情啊 美色啊 權衛等等等等 含刀自槍 紙這麼薄 一督就穿 所有東西都是虛無的 無得持久的 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什麼啊 嘿嘿 諷刺啊 等你找到答案的時候 你已經很悲良地發現 原來自己已經處於人生之路的盡頭了 奴外一天到刻就想這些事情 他就被人關押在咸陽西郊的大奴之中 雖然這裡都不算是什麼好地方 但是啊 也都是那些夠了級別的人才可以進來 如果你是普通人 就算你罪惡透天 想進來這裡享受也不可能 李斯作為路外專案組組長 第一次來到這種地方的時候 也都是無骨聳熱 那間大奴裡面陰暗潮濕 認據上面那些血跡都還未乾 整間大奴空氣裡面 眉滿了一些污味和聲臭的味道 進來這裡 個人很自然就會感覺到一種壓抑感 從而產生暴力的衝動 這個時候的李斯 以審判者的面目出現 但是他怎麼會想到呢 三十年之後 他也都將會和路外一樣 在這處走向仕途的終點 走向生命的終點 好了 洩露了一點點秘密 關於李斯的下場 大家要用心 慢慢聽下去就知道了 當李斯見到路外的時候 也都確實嚇了一跳 因為很長時間的絕望 以及獸刑 搞到路外的面貌 就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他足足瘦了十斤 衣衫破爛 整身都是傷口 來不及拔的鬍鬍 已經茂茂盛盛盛 生滿了他瘦削的臉 所以個人看下去 就憤外蒼老和頹喪 更為重要的是 路外在精神上已經徹底借了 對眼已經沒有光芒 好像一個沒有生命的物體一樣 路外一看到李斯 對眼忽然閃了一下 他知道李斯主審自己的案 他心裡頭 不多不少 又點起了希望的一些火苗 令到路外稍感寬慰的是 李斯的態度很和外 望上去也都好像以前那麼親切 但是路外看不出的是 在李斯的這種親切裡面 分明帶著無法接近的疏遠 那李斯和路外根本上就不是一路人來的 他對路外是絕對的鄙視 這個世界上 李斯看得上眼的東西有幾個人 李斯對付路外就好像那些明示 面對著那些歌姬 帶著冷酷的放縱和克制 李斯叫退了有些人 他對路外說 君侯別來無揚 很久沒見 想不到今天在這裡重逢 怎麼不令人敢嘆呢 路外大哭 他說 先生救我 李斯嘆了口氣說 唉 君侯你所犯的罪行 又怎麼救得到啊 忽然間 噗一聲 那支蠟燭的火苗被風吹熄了 路外又聞了 太后她好不好啊 可不可以讓我見一面啊 太后住駕翁城的蠅陽宮 她安心悠揚 不宜出外 恐怕見不到啊 路外已經聽出來了 拜她所賜 趙姬已經被人軟禁起來 路外又問 大王 難道想殺太后 李斯說 這些東西 不是李斯夠膽過問的 路外張大口 想說 但是又沒有說出聲 李斯知道她想問什麼 於是說 君侯 你還有些什麼疑問啊 是兩個兒子啊 路外尷尬的小笑 的確啊 事到如今 她還有多少秘密可以保存啊 路外說 路外 有兩個兒子 不知道他們現在安不安全呢 李斯淡淡地說 死了 一聽到李斯這樣說 路外整個謝了 過了很久 她才暗暗沉沉地說 都好的 都好的 唉 因為我而生 因為 我而死 何恨之有 何陷之有呢 路外已經是必死之身 凡是先生要問的 路外 會全部說出來的 李斯擺擺手話 這些都是後話咯 現在 還要委屈君侯受刑 路外一驚 我 我 我全部招供就行咯 這樣都要用刑 用什麼刑啊 李斯冷冷地說 公刑 路外嚇倒了 她哭著說 哈哈 不好啊 不好啊 不可以行公刑啊 先生 你可憐一下我啦 孔子都講過啊 後生可惠燕啊 咦 什麼孔子講過這樣的東西嗎 不是 孔子的原話呢 就是論語 紫漢篇第二十三章 是這樣的 只若 後生可惠 焉之來者之不如今也 唉 這個這樣的路外 適色埋埋的字都不夠一羅 讀的那些書呢 全部都是下頭的人讀給他聽的 所以就將個煙字 聽成個煙字 嘿嘿 死到臨頭 還罵過這樣的笑話 路外哭著說 哈哈 萬望先生 念及故人之義 路外 別無所求 此求 快點死 這下 看著這個曾經不可一世的路外 在自己面前 趴在那裡求搖 你說是怎樣的一種快感 李斯心裡 有一種 好像自己的造物主一樣的自信 他能夠成就路外 也能夠毀了路外 李斯把心裡頭那份愉悅的感覺 收起來 他平靜地說 當國使者不聞私情 國法是這樣的 李斯真是 哀莫能助啊 唉 求天天不應 叫地地不靈 路外也沒有辦法 在一天二十四小時的監管之下 他連自殺的可能性也是沒有的 於是 時隔多年 路外又是當眾被人脫了這條褲 應盈政的要求 路外的陽文 火速呈給盈政過目 盈政望出眼 也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氣 趴在地下樹 起勢地吐 出現一種惡毒的恨意 盈政將他轉贈給太后趙姬 盈政這樣做 無非是想向趙姬的傷口上灑點鹽 趙姬當然是成亡成虹啦 認正做了這些傷人的事出來 看來就不打算再原諒他了 趙姬看著那樣東西 真是眼淚中環啊 跟著 他拿一把槽頭 在宮殿外邊一棵小樹下邊 掘了一個哄 然後 埋了他 對著這棵樹 趙姬已經是一不成聲 再講回 路外受到公刑之後 也沒有什麼病假可以休 只能夠重傷不下火線 接受一輪又一輪的審判 路外已經絕望了 只能夠希望快點結束 於是知無不言就言無不盡 所以 審判是進行的份外順利 去到刑政九年九月 只是用了四個月的時間 對路外及其同黨的審判 已經全部結束 接下來 就是對路外的量刑問題 有人會問 路外死硬的啦 還量什麼東西刑呢 直接一刀下去就搞定 不是的 在那時候 死刑都要分三六九等的 不是一刀搞定算數 那路外 最終是怎樣死呢 要知道後事如何 請聽下會分解 接著請收聽李斯傳奇的特別製作 先出來 見招過招 古中有古 見招過招 哎呀 何等殘忍啊 當著母親的面 認證命令武士 將兩個同母義父的弟弟 鑑生達死 慘 真是慘 慘無可慘 兩個天真爛萬的小孩童 兩個鮮活的小生命來的 為了發洩內心的悲憤 為了保住權力的補助 認證是血冷如冰 深硬如鐵 手毒如蝶 還是那句 追事無情帝王家 啊 不過 跟古羅馬暴君尼陸相比 刑政的殘暴 都還未曾去到極止 同樣為了保住權力的補助 同樣是遭遇母親的背叛 古羅馬暴君尼陸 就比刑政更加殘忍 他才是將母親的船作沉 想浸死他 沒有成功之後再殺 一旦派兵強行闖入他母親的別墅 一刀一刀 鑒生將他的母親捅死 不知道是炎王子孫 DNA當中天然的中義孝道成份起作用 又或是心理學上所說的 靈魂的審判 認為人人內心都有一個法庭 會對自我的所作所為 作出內心的審判產生的效果 刑政就沒有向母親趙姬私下毒手 他寧願讓母親痛無可痛地 狗活在冷酷的人間 亦都不願意背上 事母的千秋罵味 我個人其實是偏向心理學 靈魂的審判的作用大些 講到靈魂的審判 我建議大家去看一部美國電影 《現代啟示錄》 這部電影很有名 由已故著名影星馬龍白蘭部主演 是1979年拍攝的戰爭電影 男人一般都比較喜歡看這部電影 他的風格是完全不同 雷霆救兵那種追求感觀刺激 和突顯個人英雄主義的生死搏殺 他以一種獨特的方式來審視思考戰爭和人性 帶領觀眾進入一個黑暗的精神世界 但在這個世界裏頭 人們需要的只是自由的靈魂 或者是對自己靈魂的審判 其他的一切都是沒有理性的 出來束縛的